沒有什麼事啦 沒有啦 你說一次爆裂物是不是 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這邊是怎麼樣 我們是說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做一些茶函 地檢署外站了一堆員警 不斷說著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現場卻有許多劍士科員警 站在鐵門外 顯得氣氛神秘兮兮 原來地檢署被通報發現有爆裂物 就是這個白色箱子 外面還貼著紙條卸上 霧洞會爆炸 真的很嚇人 地檢署同仁看到了嚇得趕緊報警 駕駛他因為很謹慎 希望給處理的清潔勞務的歐巴桑 在處理的時候促請他小心 所以就因此而造成這樣的一個誤會 原來是地檢署公務車的司機 要把廢氣膨脹的汽車應急充電器丟掉 又擔心亂丟充電器撞擊後 可能會爆炸 先把行動充放進紙盒 還寫上霧洞會爆炸等字樣 交由清潔阿姨回收 但阿姨不識字 又把紙盒放到回收垃圾桶旁 其實他太小心了 他就在上面寫那個字眼 因此而引起了這樣的一個誤會 一張字條造成地檢署有爆裂物的烏龍 還好誤會解除也讓大家鬆勒口氣 據了宋佩成成天日馬家瑜 SNG小組高雄採訪報導